哈囉大家好,這是我們今天蝦皮購物開箱的第二箱 好,剛剛我們開了一隻手錶 打開來,嗚!很大一個耶 打開來,給大家看這是什麼 中華航空卡古 空運來的捏 這是什麼? 集中力時鐘,然後有時鐘還可以設定這個分鐘 打開一下 看一下這個 有點像我們那個番茄時鐘 番茄時鐘是每15分鐘 25分鐘 對,那這個 對,那這個的話,它可以設定 0到1小時 對,0到59分鐘 然後可以去設定你的那個要的那個工作時間 然後會提醒你,說可以休息啦 或者是說換做下一個動作 然後或者是說你去計時說你在做什麼事情 做計時 那這邊有個小朋友 這個齁,就是小朋友寫功課 要有專注力 那這個是,這邊有一大堆的日文字,我看不懂 好,不過我們知道這個是有時鐘 然後又有這個計時的功能 好,然後這是提高專注力啦 簡單一點就是這樣講 提高工作的效能,提高工作專注力 這個東西不便宜喔 這個東西要900多塊 對 對對對 好 如果你自己去日本買可能比較便宜一點 哇塞 也不一定啦 有的時候他們批發的會拿到價錢蠻便宜的 對 或者是說它 甚至有可能是它拿日幣當台幣賣有可能 這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拿出來了 好,那這邊有一張圖卡 圖卡 圖卡上面是什麼意思 我們再研究看看 這可以裝在,是不是可以裝在上面 不知道 圖卡什麼意思 不知道 然後這個是 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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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書大概就是 簡單的說一下 喔,這邊有寫喔 每天要讀書讀多久喔 然後每次要幾分鐘喔 然後最好的一天的讀書時間 這個全部都是日文字 早上起來讀書最有精神 最集中力最高 好 這大概是這樣 跟我們以前念書的時候是一樣的 也沒什麼 然後這個呢 就是 簡單的說明書 教你怎麼按 現在的時間的設定啊 什麼 段七八糟的東西 好 就這樣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圖書故事來設定一下 我們把這個 時鐘拿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下面是一個寫的平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在桌子上 好 然後這邊有 這應該是鬧鐘吧 所以它又有鬧鐘 它有鬧鐘跟計時器的功能 這邊有計時器 這邊就可以轉 這邊 0到 欸 它可以到1小時 因為它有防呆耶 這樣就剛好1小時 然後這樣是 剛講的 讀書45分鐘 休息10分鐘 這邊 OK 然後這邊時間 那再來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喔 這邊這個是 調整 那個 我們前 這邊的時間 欸 這是調整鬧鐘的時間 欸 怎麼給我拉下來 然後這個是 調整鬧鐘的時間 那 如果 我要調整 調整 那個 時鐘的時間 這邊 怎麼調 這邊 電池 它這邊有兩顆電池 好 那把電池裝上去 對對對 我們先來裝電池 好 我們先來裝電池 好 我們先來裝電池 這個是 這個是 3號電池 然後這個是 喔 這個是 鬧鐘的音量 大小聲 然後這個是 鬧鐘的時間的長短 好 它這邊是 3跟60 就是像 3秒跟60秒 我猜 我們等一下要看說明書 那我們現在來調時間 這邊 它會一直跑耶 所以它沒有辦法把它 停住耶 不對 我們把電池拿下來就停住了 對啊 所以我們先讓它跑到 跑到0 差一秒 沒關係 好 差一秒 差一秒 不管它 現在是 1點26分 1點27分 好 我們把時間調好 超過 真的 真的 那你調28 28 28 28分 然後把這個裝上去 喔 沒問題啦 差不多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我們設定 它這個比較短啦 這設定只有三分而已啊 它後面不是有設定那個 像的時間 嗯 就可以調比較長 那就給媽媽看吧 謝謝